小舒童厨房 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是 碧卡索手搗豆腐麻糬 瑞瑞 彤彤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 碧卡索手搗豆腐麻糬 这为什么要做碧卡索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一些果酱 在盘子上面画画 所以我们称为它叫做碧卡索 那豆腐麻糬又是怎么一回事 糯米吃多容易脏气和消化不良 所以我们今天改为用豆腐来做成麻糬 那我们需要用到什么样的食材呢 豆腐 花生粉 芝麻粉 糖 菜白粉 薄荷叶 火龙果酱 西瓜块 白芝麻粒 黑芝麻粒 好特别 那我好期待 我们就马上来开始 那我们今天的小酥豆腐包就正式开张了 首先我们先加入豆腐 小心 好 要分块地倒进去 对 然后再加入80公克的泰白粉 80公克 对 倒进去 小心 好 再来我们把它搅拌成泥 好 这样子 好酷 就这样拉就可以动了 对 所以它就是厨房手动式的搅拌性 现在已经差不多是泥状了 这样 那我们应该可以了 好 然后倒入锅子里面 倒入锅子里 洗 然后开火把它搅拌成团 太神奇了 用嫩豆腐和泰白粉搅拌成泥 然后再热锅拌一拌 就可以做成麻糬 这是真的吗 小树同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做法 彤彤和瑞瑞说 这是他们的厨师爸爸教的 亲子一起做料理真有趣 在等待麻糬慢慢成型的时候 瑞瑞也用糖和花生粉 芝麻粉搅拌做好了两种沾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这边的麻糬 你看已经变成团了 已经OK了 成功了 成功了 一半我们就放到黑芝麻的糖粉里面 黑芝麻糖粉里面 还有另外一半我们就放到花生糖粉里面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均匀地沾上粉 均匀地沾上粉 均匀一点 均匀一点 那要分一块一块的吗 对 等一下我们会用食物剪刀 那我帮你剪好不好 好 好 均匀 帮你剪一块 好 好 OK 我们把它剪小块了 等一下比较好入口 那我们就先这样 然后我们再拿另一个盘子 另一个盘子 这里 我们可以用糖尺这样捞一点点 然后在上面点缀 把它画过吧 你也可以玩玩看 因为这个就是碧卡索嘛 开始创作了是吧 好 看你要怎么画 那西瓜 你们打算画什么样的 应该就像碧卡索一样就可 随性的 对 就是艺术这样 是的 放麻糬在上面 对 就是我们的主食对不对 是的 两种口味都可以放 好 可以 OK 哇 那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这个碧卡索手导豆腐麻糬 我们就赶快来试试吧 豆腐通常都是用来做咸的料理 万万没想到 竟然还可以做成麻糬 把豆腐加太白粉变成泥 倒入锅中搅拌熟透 沾上花生粉和芝麻粉 捏好的麻糬放到盘子上 再用火酱在盘子上作画 比卡索手导豆腐麻糬就完成了 哇 我们完成了 那我们可以开始来吃了吗 不行 不行 等一下 我先考你一个问题 问题 大家都说吃豆腐就是占人家便宜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豆腐很软吗 不是 我来告诉你答案 汉潮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她在卖豆腐 然后她想要让她的生意变得更好 所以她每天都这样烧手弄汁的 那有些男生为了要吃她的豆腐 就在付钱的时候就这样摸了一下她的手 所以这个就是吃豆腐的由来 原来还有后面这一个故事 豆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有田里的肉类支撑 又没有肉类胆固醇 油脂的缺点 甚至富含钙质 是素食者的最佳营养来源之一 也是许多减肥族群的最爱 其实就跟糯米豆腐 不是糯米豆腐 糯米麻糬 吃起来口感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比较不会有那种狗狗的感觉 而且它有一种豆腐的香味在里面 对 我觉得很酷 居然能用这种豆腐就能做出麻糬 而且还不会像我们平常吃的 那种糯米麻糬一样 它会脏戒 对 而且我还发现 这个黑芝麻 还有这个花生粉 非常香 那今天谢谢瑞瑞跟彤彤 带来这个 必卡索手捣豆腐麻糬 那动手做蔬食 美味又健康 小树通厨房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